第三章 二维跟三维的运动 我们第一章讲的是一维 那现在是二维跟三维 二维就是一个平面上的运动 像我们的抛射体就是二维运动 那么一般的三维运动 三个空间都有的 那么我们要介绍这个运动 首先我们就画出这个 底卡坐标 我们现在目前呢 大部分都用的是底卡坐标 这是坐标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三个点 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讲运动学 首先要决定这个物体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R 比如说位置在这里 那从O点到P点画一个箭头 这就叫做它的位置向量 位置向量 位置向量 位置向量是这个 这是它的三个分量 所以刚刚那个式子就告诉我们 三维运动里面 它的位置啊 可以分成X轴 Y轴跟Z轴上的三个位置 OK 那么我们现在看 在T1的时刻 这个物体 它的位置在这里 在P1 T2的时刻呢 它的位置在R2 是这个位置 P2 位置 好 那么这个是 两个时刻的位置 那R1 根据刚刚讲 它又可以分成三个 迪卡坐标的三个分量的位置 对不对 R2也可以分成三个分量的位置 那么 实际上的 它的位移呢 十点的位移 它就是等于后来的位置 这是向量啊 减掉R1的位置 这是向量差啊 好 跟我们一维运动 那个就等于大小的差 不一样啊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R2用这个 R1用这个带 带进去以后 我们把X跟YZ 三个分量 都分开写 三个都 特别都把它存起 都把它聚集在一起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 X2接X1 就是你看 它本来在这里 T1在这里 就是X1 它X轴的位置在这里 T2在这里 它X轴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它这个位移啊 在X轴呢 就是X2接X1 这是一维空间 所以这就变成 DELTA X 那 二维空间呢 P1在这里 就是Y1 P2在这里 它Y轴的位置在这里 于是 于是它的位移 就是这个位移的投影 在Y轴的投影 就是Y2减Y1 Z轴也是一样 Z轴我们没有画出来 好 这里就告诉我们 DELTA R是这个 你看这个向量 减掉这个向量 减掉这个向量 就是这个向量 因为这个向量 是这两个向量核嘛 所以这个向量 是这个向量 减掉这个向量 那么 就是R2 2-R1 DELTA R 它可以分成 它可以看成是什么 在 这个指点 在三个轴 XYZ 这三个轴上面的 投影之和 投影位移之和 那记住这个 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说 它的一个位置 可以分成 三个投影的位置 它的一个位移 可以分成 在三个轴上面 投影的位移的向量核 所以这个 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这物理意义在这里 指点在三维空间的位移 等于指点在三个 互相垂直轴上 投影位移的向量核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个 现在有位移 就有平均速度了 平均速度呢 你看 这是位移 这是DELTA DELTA R 这是代表T1在这里 T2在这里 平均速度 我们就不仔细去谈这个了 它就是DELTA R over DELTA T 单位时间 位置的改变 好 那么 这个呢 好 那我们就把 DELTA R 把它分成 DELTA X I DELTA X 加上J DELTA Y 加上K DELTA Z 就可以化成这样子 而这个就是什么 三个投影 这个向量 在三个投影上面的 三个投影上面的平均速度 这个就是 X轴上的平均速度 这个就是Y轴上的平均速度 这个就是Z轴上的平均速度 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看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就是把这个平均速度的这个东西 这一项 take limit 当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R approaches zero 这个limit之下呢 它就变成DR 向量over DT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可以把DR 就变成IDX 加上JDY 加上KDZ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一项就变成什么VX 这一项变成VY 这个变成VZ 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 好 它这个 它的顺时速度啊 这是平均速度 顺时速度 当这个时间区无限小的时候 就是这一点无限制的趋近于它的话 那这个旋就变成这个 这一点的切线 所以顺时速度呢 是在这一点的切线方向上面 这一点是做辅助的了 T得无限小就接近这一点 这是切线 切线速度 好 那么这个顺时速度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它就等于三个轴上面 顺时速度 在向量和 这个顺时速度 可以是三个轴上面的 顺时速度之和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这直点在三维空间运动的速度 可以分解为三个互相垂直坐标上面 速度分量的向量和 好 平均加速度与顺时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 如果T1在这里 速度是V1 V1 那么T2在这一点 T2在这一点 它的速度是V2 那么当这个 我们把这两个向量 这两个向量怎么分开 不容易看了 我们把这个向量平移到这里来 那就是V1跟V2 那它是V2-V1 就是这一条线 这就是Delta V Delta V over Delta T 这个就是平均加速度 它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OK 好 那么 Average Acceleration 它的方向 顺时加速度的方向 就是Delta V的方向 就是Delta V的方向 好 那么 如果 我们把这个 时间趋于零 它的位置呢 也无限的趋于零 所以它的速度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大小 也差不多 几乎 差不多了 那它的 也不是这么平的 也几乎跟它一样了 一样大小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两个 几乎是一样大了 所以它 这个方向 就是跟这个垂直了 跟这个垂直 所以 顺时速度 是在这个点的切线方向 我们刚刚讲过 那么顺时加速度呢 就是这一点的 这一点 它的 它的方向 就是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这一点的 跟这个垂直的 这个方向上面 好 那么顺时加速度的定义 就是我们把这个 average acceleration take limit 它就变成 dV over dt 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说 在EV空间 我们说过了 那么它就是等于 顺时速度 为速度的时间 变化率 顺时加速度 是速度的时间变化率 方向呢 就像这个方向 方向 OK 好 那么 其实啊 就是说 它 无限的接近于它的话 我们说它差不多大 其实它不相等了 还是不相等了 所以这个方向呢 就是 接近于垂直方向 但并不是垂直 它还是有一点这个角度 OK 好 指点在三维空间的加速度 是指点在三个互相垂直 投影上加速度的向量和 我们还是强调这个 你看这是 三维空间的加速度 最后它利用这个式子 是dV over dx dVx over dt 然后变成d平方x over dt 那这个就是a x 所以加速度呢 也是它某一个指点的顺时加速度 就是这个指点 在三个互相垂直轴上面的 加速度的向量和 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 所以以后我们做这个 就是a可以分成这三个分量 a x a y a z 所以以后我们处理这个三维 运动的时候啊 不用害怕 比如说哎呀 他这个做的是一个曲线运动 我们怎么决定他的速度 怎么决定他的位置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分量来看 三个分量 就是三个轴上的投影 他们做的都是什么运动啊 一维的运动 你把一维的运动 比如说位置求出来 它的向量和就是三维运动里面的位置 如果速度分量都求出来 那么三个分量的向量和 它就是三维运动里面的速度 加速度也是一样 所以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结论 要注意啊 指点在三维空间的运动 等于该指点在三个互相垂直方向上 投影运动的向量和 这个要特别注意啊 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给各位看 二维运动 二维运动有一个 这个吓死人 二维运动 有一个很典型的运动 叫做抛物体运动 projectile motion 比如说你丢一块石头 或者丢一个球出去 它走的是一个抛物线 抛物线 如果这个抛物线空气不济的话呢 它这个抛物线是在一个平面上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一个初速度是V0的指点 在地面上空运动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呢 只有什么 牵直方向的自由落体加速度 就是说我们空气阻力不帅 你东西抛出去以后啊 它只有一个向下的加速度 就是基 指点的轨基呢 是圆 是圆 是为牵直面上的抛物线 这样的运动 我们称它叫做 抛体运动 一般的假设 我们做抛体运动的时候 有一些假设 就是抛体运动是假设 空气阻力不算 空气阻力不算的话 物体一旦抛出去啊 它就是没有水平方向的加速度 它只有垂直方向的加速度 就是重力加速度 还有它飞行的距离不太大 抛体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炮弹来讲 像这个 比如说 像以前美国第七舰队啊 在我们基隆的海外啊 如果它 主炮 发射一枚炮弹 可以打到新庄 台北的新庄 那这个几十公里啊 在我们看起来呢 地面应该是一个弧形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整个地球来看啊 这个弧太小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平面 还有就是飞行高度啊 不太高 这炮弹飞出去 可能在好几公里以上 这飞行的 可是呢 这个时候的重力加速度 我们还是把它当做是一个 G 负9.8 每秒每秒公尺 如果你发射火箭就不是这样了 火箭一上去 它都是在这个同温层上面 跑 这个时候 重力加速度就跟地面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三个假设之下 我们 这抛体运动 这是我们要看的抛体运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 从这个原点 抛射一个抛体 它的速度是V0 粗速度是V0 抛射脚是θ0 θ0 那现在我们要求这个 任意时刻 这个炮弹的位置跟速度 任意时刻 这个炮弹的位置跟速度是多少 位置 比如说位置在这里 速度是这么大 你怎么求 part B 炮弹到达最高点的高度跟时间 是怎么算 最高点的高度跟时间 还有炮弹的最大水平飞行距离 这就是射程 OK 炮弹飞行之距离远点X远时的高度 就是任何一个位置 到它任何一个位置 它有多高 要求这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很多同学很怕这个问题 那这个炮弹出去 我又看不见它的轨迹 我怎么知道它在哪里 它又不是走直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三维空间 或者二维空间 任何一个物体的位置 速度跟加速度 我们都可以看作是 它的投影的分量的向量和 如果二维的话 就是两个互相垂直轴上的投影 三维就是三个互相垂直轴上的投影 我们现在看 我们先将炮弹的运动 分成圆X轴跟Y轴 一个是圆X轴 一个圆Y轴 就把它分成二维空间 因为它是二维空间 就是这两个轴 好 那么因为它是运动问题 运动学的问题 牛顿运动学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三样东西是什么东西 起初状态 你就把起初状态写出来 X0的位置是X0跟Y0 这个时候它都是0在圆点 速度呢 V0X就是初速度的X分量 是V0cosθ0 初速度的Y分量是V0sinθ0 然后再看加速度 加速度也分成两个分量 Ax是V0 Ax是V0 我们是假定没有空气阻力 Ay是负肌 好 我们现在就知道 从这两个就知道 这个运动是什么运动啊 等加速运动 0也是一个定值 负肌也是一个定值 所以炮弹在XY方向 所以炮弹在XY方向 分量 借为等加速运动 我又没跟各位讲 你要用等加速公式 你一定要先确定它是等加速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有等加速运动公式 计算T秒的时刻 炮弹的位置跟速度 你就把等加速公式写出来啊 这是X 这是Y啊 你把X0跟V0带进去 Ax是0啊 这个就变成这样子啊 Y0是0啊 V0Y是V03C的0啊 这是负二分之一GT平方啊 好 这是位置哦 你只要告诉我 它飞行多少时间 我就知道它在什么位置 对不对 你告诉我这个时间好了 好 那么速度呢 我们就 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这个 这是V0啊 这不是AX V0X V0cosc的0 这个是0啊 V0sinc的0 这是负基 好 你只要告诉我 它飞行多少时间 我就可以求出 它那个时刻 时刻的速度是多少 因为我知道分量 我就知道这个速度的大小 所以T表时候 它的速度大小呢 就是等于 当然你这个T要知道了 T要知道 就是 这个 这是VY了 我打错了 VY VX平方加上VY平方 方向呢 θ VX知道 VY知道 那么这个θ 这不是θ0哦 这是它的θ 那就V Tangent of θ VY over VX 你就知道 θ是多大了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它最高点 到它最高点的高度 跟时间 我们还是要用到一个 我们还是要用到一个 它原Y轴运动的时候 最高点的 到它最高点的时候 是VY要等于0 一定要用这个 因此呢 我们就从Y轴来看 它到它最高点多少时间 我们就从Y Y轴的运动来看 VY等于0 那么这个t呢 就等于 th就是高度 比如说 到它最高点的 时间是th 于是t就等于th 从这里可以 这个搬过来 就变成这个 时间就是这个 最高点的时间 到它最高点的高度呢 我们就从速度跟位置的关系来求 到它最高点的时候 VY是0 Y就等于Ymaxima 最高点的高度 那么 这是0 这是VY 这个Y就是Ymaxima 你就可以把 最高点的高度 Ymaxima 这个求出来 你们在高中的时候 这个式子 你们把它当作公式来用 对不对 现在我奉劝各位 你不要记太多的公式 因为你脑筋里面的memory有限 所以我们不要记太多的公式 我记得这个 什么叫等加速公式 我记得三维运动 可以分成三个 一维运动来做 这样就够了 等加速公式的 这三个式子也不要记啊 因为它已经变成 我们的这个永久的记忆了 因为它是我们青梅竹马的朋友 你自然就想得到 好 那现在我们说 要看它飞行全程的时间 全程的时间 那就是 这个炮弹要落地 对不对 炮弹落地 我们要看它射程是多远了 射程是多远 你就看它 飞行全程要多久嘛 你要求这个时间 这时间怎么求呢 那就是 当它落地的时候 Y就是等于零啊 Y等于零啊 我们说 T等于TR就是落地的时候 Y等于零 带到这个位置 跟时间的关系里面去 那这个带进去 V零 Y零跟V零 Y都带进去 就得 这个分解音是得这个 这个式子有两个解 一个就是T等于零 一个就是T等于2V零 3C等于零 over G 这两个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就是 T等于零 就是炮弹 我还没有发射 它当然在地面了 这个不算 那一定是这个 这个就是炮弹 飞行全程的时间 有炮弹飞行全程的时间 那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 这个式子里面去 因为它在X方向 是一个什么运动啊 它加速度等于零 是等速运动嘛 所以X就得R 就得V零乘上TR V零X乘TR 那你就把这个带进去 V零 cosθ是V零X TR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把 R3C0 cosθ0呢 就化成 Sine RC0 这就是水平射程 那你们高中也学过啊 最大的水平射程 角度是几度啊 角度几度 45度嘛 对不对 因为 这个要最大值的话 这个都是定值的话 那这个要等于1啊 这个等于1的时候 就是2CX0 是90度 那么CX0 就是45度 好 我们同学很会考试啊 你考试啊 什么难题他都会啊 但是像这个 简单的东西啊 到你要运动的时候 就忘掉了 这个在运动上面 非常有用耶 比如说 我们跳远 要跳得远 你怎么跳得远啊 但你速度要快了 还有就是 你起跳的这个角度啊 要45度啊 你太高也不行 太矮也 太大也不行 太小也不是 那么 像我们三铁运动 标枪 千球 铁饼 三个运动 我很喜欢看三铁 但是 三铁里面 我只喜欢这个标枪 因为标枪一射啊 一投出去可以好远了 很壮观 那个千球最没看头 好重好重 拼命这么一推 就在前面啊 那个不好看 那么 我本身也很喜欢标枪 所以我喜欢看标枪 我们看看 看看一个照片 这里 再记住 就是上升的 全程的时间是等于 最高点时间的两倍 就是说炮弹上升 跟下降的时间是相等 你看这个运动员 这个气势啊 一看这个气势 就是有种冠军的这个气势 你看跑得够快 然后射出去啊 你看他这个肌肉啊 一条一条 一定射得很远 对不对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标枪 所以我在念大一的时候啊 第一次学校运动会 我在成大念书啊 那就去看三铁运动 一看啊 哇 有二三十个人排队 等着治标枪啊 里头有一个是我的学长 我的学长啊 他的肌肉啊 比这个还要粗 他可以举好重的东西 那我说这下有看头啊 他这么一丢啊 据我的估计啊 因为我这么瘦小啊 只能丢 大概一丢就有三十公尺啊 我猜他大概有七十公尺 那我就眼巴巴的等着他来 好 等到他了 他就从起跑 啪啪啪啪啪 就丢出去 出去了 结果一看 只有七公尺啊 因为他治标枪的时候 不像这个运动员 他跑得又好 然后射出去的时候 他能够把这个角度调整成为四十五度 那我那个学长啊 非常是捏物理的啊 结果他 啪啪啪啪啪 他的标枪就不是这个姿势啊 他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仰角都快要九十度了啊 等他跑出去射的时候啊 变成射高射炮 他的标枪不是这样子一个抛物线掉下来 不是 他是这样寻上去 然后这样掉下来 他不是枪头戳到地上 他是枪的尾巴掉在地上 是这样子 那我就心里头很感叹啊 我们学物理学了半天 要用的时候就用不出来 这个非常的可惜啊 像我们跳跃也是一样啊 你跳出去的时候 你的这个角度要多少 你打棒球也是一样啊 你要挥拳雷打 那一般都是靠运气 真正挥 真正拳雷打的 他有他的秘诀 他每一次挥棒的时候 球出去啊 大概都是四十五度 然后还不止这个 我将来讲到这个 简弦运动的时候会告诉你 我们球棒林呢 任何一个物体 他有一个叫做打击中心啊 你球一定要被他打击中心 击到他的打击中心 他手上才不会有震动的力 这个时候他的力才会被棒球全部吸收 他才会跑得最远 所以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啊 所以运动员不是光靠这个四肢发达 这脑筋也要发达才可以 好 这是题外话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T秒的时候 炮弹的位置在哪里呢 炮弹的位置 我们就你看 这是 X X等于这个 T呢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T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解除 T等于这个东西 好 那么 T是这个 X是 V0 Cosin 0T 然后Y呢 Y跟T的关系是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把T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那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式子画一画 这个再画一画 OK 画一画的话呢 这个Sin Theta 0 Overcosin Theta 0 就变成Tangent Theta 0 那这个V0就消掉了 这个式子变成这样的式子 那这个就是 你 这个就告诉我们 你如果知道 发射的角度 跟发射的速度 出速度 那么你求 发射体在X远的时候 它的角 它的高度Y是多少 这个 这个式子非常有用 这也是 抛射体的一个轨迹的一个方程式 这个表示是一个什么图形呢 是一个抛物线 所以这是一个抛物线 好 以上只是告诉各位 你要求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只要从一维运动来着手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看 刚刚我们是说到 在三维运动里面 不管是速度 加速度 位置 都可以分成 迪卡尔坐标里头 三个分量的向量盒 现在我们另外讲一个 这个很重要 以后我们会大量用到 就是说 一个物体的加速度 我们现在不是把它分成AX AY AZ 而是把它分成加速度的切线分量 与发线分量 好 比如说 这个物体 这是它的轨迹 T1的时候在这里 T1 速度是V1 T2的时候在这里 速度是V2 好 我们现在 就说 这两个速度 这是T1跟T2的两个速度了 那么 Delta T Delta T就是T2-T1 Delta V呢 就是V2-V1 向量 向量差 那我们就把这个平移过到这里 我这个平移 要把它放大了 V2 好 V1移到这里来 那这个就是Delta V Delta V OK 好 那这个就是Delta V的切线分量 你看 我们 P2点其实是做一个参考用了 P1点才是我们要求它那个位置 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切线方向 那跟这个垂直的呢 就是 法线方向 好 那现在我们看 T1跟T2 两个时刻 速度是V2 这个是V1 于是Average Acceleration 就是这个 按照定义是这个东西 那它就是这个 被Delta T来除 那它的平均速度 平均加速度的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方向分成这个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 比如说 顺时速度 就是刚刚这个平均速度 Take Limit 然后把这个分成 切线分量 这是切线方向的单位向量 这个是法线方向的单位向量 是Tangential Direction 这个是Normal Direction Delta V over Delta Delta VT over Delta T 这个是切线方向的 这个是法线方向的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先用一个符号表示 这就是UT 单位向量 这个呢 就是切线方向的 顺时加速度 这个就是 法线方向的 顺时加速度 那么这个 把这个向量跟大小合在一起 就可以写成这个 切线分量 切线加速度 跟法线加速度 好 现在我们就把它 两个方向 这个 大小是多少 把它求出来 我这个图 这个图我们重画一次 AT AT是等于这个 就是这个 AT是大小 AT就是这个 这个大小 好 那里头 Delta VT是什么东西呢 Delta VT是这一段 这只是大小啊 大小呢 这一段 就是等于啊 我们把 V2 乘上 Cosin Delta Theta 就是这个 大小 减掉 V1 就是这一段 对 就是这一段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Delta T approaches 0的时候 时间无限的靠近的时候 Delta Theta呢 也变成 无限的趋近于0 那这个时候 Cosin Delta Theta 就慢慢乎等于1了 对不对 好 那么V2 Cosin Delta Theta 减掉V1呢 那你就 这个慢慢乎等于1 它就是V2 minus V1了 这个就等于 Delta V 这个Delta V 就是速度大小的改变 就是V2跟V1 速度大小的改变 那因为这个 这个Delta Theta非常小 Delta T非常小 因此V2跟V1呢 几乎是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说 这个我们都把它写成 等于V好了 就是正义时刻的速度 好 于是我们就得 AT是什么呢 把这些都带进去 它就等于 Limit Delta T Approach to Zero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 就是这个 这个就变成Delta Delta V 然后变成Delta T 你看这个 这一项不就是Delta V吗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是什么 DV over DT 这个V是大小 速度的大小 那就是说 切线加速度是等于 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率 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率 从这句话里面 我们就知道 切线加速度的大小 等于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率 于是我们就说 切线加速度 它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大小了 我们加个UT 就是向量 它专门管什么东西呢 管速度大小的变化 你速度 有这个加速度在 你速度一定会 大小会改变 大小会改变 好 那现在我们 赶快再来看这个 AN AN是这个 我们也把这个图 拿出来做一个参考 当Delta T approaches 0的时候 这个区域0 那Sine Theta 0 Sine Delta Theta 就是Mama Wu等于Delta Theta 那V2又等于V1 Mama Wu等于V1又等于V 于是我们把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去 我们等等再带 我们再看 当这个Delta 0 approaches 0的时候 那这一段的弧长非常小 弧长非常小 那Delta Theta呢 它就是Delta S over R 可以把它当作这个圆弧 那么R就是它的曲率半径 就是我们把它当作圆弧的话呢 这一段圆弧的半径 我们就称它叫做曲率半径 曲率半径 好 那么AN 这个时候 你看它是等于这个 这个还是这个重写一遍的 那我们把这个值 用 V2就是V了 Sine Delta Theta 我们用Delta Theta 是Delta T 好 Delta Theta呢 我们再用 用这个来带 Delta S over R 来带 于是我们把V跟R都提出来 因为V就是这一点的顺时速度 是定值 R的曲率半径 也是定值 就变成这个 这就变成 弧长 被时间来除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 速率 V就是速率 这就变成速率 这就变成V V乘上这个V 就是V平方 over R 因此AN 就是A 等于V平方 over R 好 它的 它的大小 就是AN 等于UN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当AN不等于0的时候 就说 它法线加速度不是0的时候 而这个曲率半径 又不是无限大的时候 就说 你这个不是 这个是 这个不等于0了 如果这个要等于0的话呢 那一定是 要不然就速度等于0 要不然就是半径 等于无穷大 对不对 好 现在它不是0 那这个又是一个定值 那因此R就不是无穷大 这个半径无穷大 就表示这个圆弧 就是一个平 就一条直线 一条直线 一条直线的话 就表示它的运动 方向不会改变 如果这个R不是无限大的话呢 它就做一个圆弧的运动 因为它这个时候 它方向就改变了 因此我们说 这个加速度 AN加速度 它管什么东西呢 它是管速度方向的变化 刚刚AT是管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 AN是代表 是管这个速度方向的变化 这个要注意 好 现在我们赶快举几个例子 我们就下课 看看我们 去用我们刚刚得的结果 好 我们说 现在这个指点 有以下的状况 我们问它做什么运动 切线加速度是0 法线加速度也是0 做什么运动 这个等于0 好 现在我们从这个 AT是什么意思啊 DV over DT 它等于0嘛 就是这个0 速度的时间变化率等于0 就表示这个速度的大小 没有变化 所以它做的是一个什么运动 等速 速度大小是相等的运动 好 再看AN AN等于这个也等于0 但是它速度不是0 速度不是0 那一定什么东西 使得这个等于0啊 R要等于什么 无限大 R等于无限大 就是它做什么运动 直线运动 对不对 所以它做的是什么运动 指点做 等速 直线运动 OK 以后叫你分辨 做一个题目 你要有凭有据 这样写出来 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 如果AT等于Constant AN等于0 那这个做什么运动啊 你还是从这个定义来看 AT等于Constant Constant就是说 它是等加速啊 速度的大小 改变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等加速运动 好 我们再看AN AN等于0啊 AN等于0 这个不是0 但它一定要等于0的话 那R是怎么样 无穷大 对不对 无限大就是做什么运动 直线 所以运动方向不变 做直线运动 因此直点做等加速 直线运动 好 第三个 AT等于0 AN等于Constant 那做什么运动啊 AT是0 速度的大小 时间变化率等于0 就是速度等于等速率 速度大小不变 好 AN等于定值 定值 那么 V呢 这里告诉我们 等速率 V是一个定值啊 如果这是一个定值的话 这也要定值 那一定是R等于什么 定值 那就是它的 曲率半径 始终是 等于一个定值 那做什么运动 圆周运动 对不对 所以它做的是什么运动呢 指点做 等速 圆周运动 这个 你们 将来教科书上 也没有教这个 那这个要记住 这个很有用 OK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再来看这个相对运动 这就是 词 词